依照一般习俗来说 白包是不能补送的 因为补送白包会带有对方家里 可能还有第二场丧礼这种不好的寓意存在 而身为殡葬业者 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送白包到底要注意些什么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白包的四大禁忌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个禁忌 那就是白包是不能包双数的 而不能包双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双数有好事成双的意义在 但是商礼毕竟不是一件喜事 没有人希望商礼成双吧 所以呢在包白包的时候 在台湾我们常见的礼数 主要会是以包单数为主 例如它会包新台币900块 1100块 1500块 2100块等等 在台湾大多数的情况 我们包白包 其实只要注意金额的前几位数 是基数就可以了 一般参加婚礼的时候 最让人头痛的莫过于就是 不能包太少 有时候你甚至还要套一下朋友的话 参考一下别人都包多少 如果你要是包太少的话 也许你还得在婚礼现场偷偷补签 以免失礼 但是如果今天你所参加的是商礼 拜托就千万不要比大小 饶话一句哦 丧事毕竟不是喜事 不是礼经数字越大就代表一定越好 就算今天过世的可能是你的长辈 或者是平常就很照顾你的前辈 其实你也不用特地的包个三万五万或十万给对方 如果今天的状况是对方参加过自己家的商礼 也不用为了表示心意包的比他给你的还要多 只需要包跟他之前给的一样就可以了 假如今天包了白包 而到了商礼现场发现对方 肯辞电仪 那又该怎么办呢 先说明一下哦 肯辞电仪就代表家属他不收白包的意思 目前实务上在十个家庭当中 有将近过半数的家庭会肯辞电仪 不过大多数的人要去参加丧礼 还是会包白包的 不过包了白包之后 要是你送出去 可是不能再拿回来的哦 这个时候商家通常就会帮忙 把白包内的钱取出来 改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红包袋内 这样子就可以收回了 而白包除了不回收之外 我觉得下一个禁忌也超级重要 而且以前也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过 他不小心触犯过这个禁忌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哦 前几天是你一位认识的人的商礼 可是他们家因为太过保密 结果你今天才知道他故事了 你为了想要表达这个心意 所以你补包了一个白包 这个动作 依照一般习俗来说 白包是不能补送的哦 因为补送白包会带有对方家里 可能还有第二场商里这种不好的寓意存在 所以白包是千万不能补送的 最后我再多补充一个白包的禁忌 那就是白包要封口 因为封口代表着只送一次的意义债 但是现在为了方便收取礼金的人做事 食物上已经渐渐不封口了 不过若是你是请别人带送白包的话 建议还是封口一下会比较恰当 至于如果是你本人亲自送过去的话 封不封口就可以看你个人的决定了 感谢观看 那么多了 很想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